今天是父亲节 在这里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 父亲往往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印象是魁梧的伟岸的 但是大家知道吗 有的时候啊 父亲们也会有无助和脆弱的时候 但最令人敬佩的是 很多的人在遇到了生活的重压和打击之后 依然能够积极乐观的一种心态 面对着生活进而影响别人 而且还能够为社会做着公益 徐世海今年45岁 经朋友介绍 水性不错的徐世海 加入了当地水上救援的工艺组织 专门负责营救溺水人员 三年多的时间 已经参与义务救援一百多次 在外 徐世海工作能力突出 有热心工艺 被大家亲切地称呼为大海 可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 却在2020年5月12日凌晨 彻底发生了改变 徐世海17岁的大儿子 在那天跳跌身亡 我今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想孩子 放不下嘛 你说走出来 怎么可能走出来 徐世海始终无法接受 在痛心孩子的同时 他想不通平日里阳光开朗的儿子 怎么会选择这条极端的路 徐世海想在儿子留下的遗物中寻找一下 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让他放弃生命 当他无意间打开儿子长去的QQ聊天群时 彻底崩溃了 徐世海在这些游戏群动漫群里还发现 孩子们言语间都是悲观厌世 充满着对生命的漠视 用平淡的语气讨论生死 各种各样的负能量 感觉咳了也不想活了 然后咱俩一起吧 徐世海了解到这一切后 是又气愤又难过 当他看到很多孩子和儿子一样 有极端思想的时候 他决定化悲痛为力量 潜入这些群 拯救这些孩子 慢慢地他开始掌握了方法 他用儿子的号 在群里伪装成青少年发言 模仿他们的说话方式 群里热闹的时候 孩子们能聊到大半夜四五点不停歇 他这个伪装的中学生 也不敢轻易睡觉 一旦他察觉谁情绪特别不稳定 会主动出击邀请丹鸟 在想方设法劝说 我的家他 我说大神啊 我是个菜鸟 能不能求手带 然后给他发红包 然后慢慢慢慢 给他鉴定 鉴定起来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 孩子一旦信任你之后 你都不用问他 他都像刀斗子一样 呼呼呼都跟你说 和很多人聊过后 徐世海才发现 原来群里这些孩子竟然有这么多问题和烦恼 沉迷游戏 家庭矛盾 校园欺凌等等 甚至已经有了抑郁倾向 其中 一名高中生珊珊的经历 让徐世海印象深刻 在聊天中 徐世海得知 珊珊目前正在上高二 学业繁重 压力很大 一直很努力 可成绩总也提不上去 父母却不理解 认为他没有使出全力学习 经常批评他 那我也感觉没有活着意义了 徐世海告诉了珊珊自己的真实身份 以一个失去孩子的父亲角度出发 去安慰和劝说 徐世海告诉珊珊 只要有海叔在 什么都不叫事 珊珊放弃了轻声的念头 这让徐世海松了一口气 俩人随后一直保持联系 可没过多久 珊珊就被检查出 患有中重度抑郁症 那一瞬间孩子都崩溃了 差点出世人生 后来我说 你让我写的文章 我让你发给你妈妈看一下 徐世海写的文章 正是一个悲痛的父亲 对于失去儿子的思念 他在文章里写道 儿子呀 爸爸妈妈是不合格的 是愚昧无知的 我们只知道 关心你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成绩 却忽略了你内心真正需要的关爱 你可知道 你轻轻地走了 化成了一片云彩 而我们的心呀 碎成了一地流沙 正是这样滋滋血泪 真情实感的文字 感动了姗姗父母 我说你爸妈有空了 我们一起 我说叔叔开个车 跟着大海看大海 一年多来 徐世海前前前后后 挽救了十多个冲动的孩子 三十多个不健康的群 先后被处理 我们感谢这位父亲在网络上对于孩子们的平安守护 他想对所有的父母说 我们的生活经历不能替代孩子的生活 我们的感受也不是孩子的感受 作为父母 我们不妨尝试蹲下身子 去与孩子保持平视 更多地去理解他们的无助 去聆听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 实际上他的父爱 与我们以往歌颂的父爱有所不同 他在遭遇了失去自己孩子的悲痛之后 将这份悲痛化作了力量 并且把这份力量又转化成一种大爱 一种对于社会的爱